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修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就是做伏地引申的姿勢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個進階一點 用伏地引申來做這個 用Tamata的這個概念來做伏地引申 那他一樣4分鐘 然後一樣是做20秒休息10秒 動作只有一個 這是比較算是基礎型的 就是做伏地引申 那我們這個他上來是基礎型 但其實也有一定的強度 所以就是我覺得還是會蠻累的 所以等一下我在示範的時候 我可能做到後來會有點沒力 但是其實你們自己在做的時候也是一樣沒關係 就是如果你覺得有點沒力的話 寧願稍微休息一下下場和一下下 確保姿勢是正確的 就是比較不要說因為為了要把那一下做起來 然後姿勢外輕柔 然後是腰胎下層或者是手臂 就是姿勢不正確 就比較不好的 OK 那我先示範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是用貴姿勢的方式來做伏地引申 好那貴姿勢要記得就是 你一定要定一個東西齁就是 宴起離家店或是這種小店 主婦是窮平都可以 那這個位置的伏地引申呢 是上半身的姿勢跟我們一般做伏地引申一樣 上半身的姿勢他就是 下去的時候手大概是與肩同寬開一點點 那下去的時候你的這兩個手肘 是往後打的 那你記得有些人他做伏地引申他會這樣子 這樣是錯的齁 你的身體要往前 然後往下 然後想像就是 身體是把地板推 推起來 推起來的時候東西 你才會用到這個山頭的力 山頭肌肉一樣跟這個 胸大肌的力量 這樣才是有正確做這個伏地引申 那看一下腳 腳的姿勢呢 就是你在下去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是 這兩個大腿的地面 你的部位去貼地 是這樣子貼地 不是用你的膝蓋 不是用你的膝蓋去頂地 不是這樣子 是你的大腿的部位去貼地 你的膝蓋才不會受傷 然後腳不會痛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 伏地引申 來做一個四分鐘的小拉 就帶大家做一次 如果到時候可以的話 就可以自己試試看 OK 大家用四分鐘 二十秒以內 全力以赴 然後十秒休息 前面一開始 你可以做比較多長 你就盡量做 到後來你就會覺得很痠很痠 你沒有辦法做 沒關係 就撐下去 撐下去 因為它這個 雖然只要四分鐘 但是其實就是在家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 機率性的效果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那一樣是你下去的時候 原則上你可以就是跟地面越水平 是否有 時間很快 開始 好 這是第二輪 基本上呢 第二輪做完你會覺得有點帥 第三輪開始 然後慢慢你可以做次數越做越爽 好 原則上我會盡量希望我自己每一個save 就是每一個save 每一個save 每一頂可以做到十五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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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15下 但是沒關係 就這樣做 好 剩最後兩個 這時候我會覺得你的手臂 你覺得應該不是你的手臂 你教練 再來是最後一組 等一下呢 第八組 我會就是要求自己要做完15下 時間差不多也沒關係 就是做15下 時間到了 不用擔心就去把握 時間到了 不用擔心就去把握 然後就去把握手臂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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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於斷面這個肩膀的肩膀是有很好的效果 因為對上我自己是會 雖然我這樣子每次做筋疲激 但是我自己會在家裡面 就是做完一組 休息一分鐘再做一組 那當然他還會有一些變化 不是啦 不過你會覺得 把這個基礎先做好 那 其實你主堅 只要休息的時間夠短 就是休息一分鐘 再做下一組 然後第二組第三組 相信 你就會覺得做伏地隱身 像地獄一樣 OK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 用爬巴爬做伏地隱身的動作 那 各位回家有痛的話 你就在家試試看囉 OK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